你敢信这些伤是狗中暖暖鸡毛咬出来的吗 鸡毛出了名的贴心温顺 为什么要咬人这么狠 而且就算专业的训犬师到来 也很和咬人不松口 连训犬师都无法驯服他们 这张人闻风丧胆的狗子名叫丽儿 主人介绍丽儿平时很乖 但是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会疯狂咬人 甚至会咬到出血 全家人的胳膊都被咬得没一处好地方 而且丧射理智发起攻击的程度越来越严重 因此在求助擅长训犬的将训练时 如果说多力是春风 那丽儿绝对是巨风 不知他们的家人 身体的训犬师本人介入都可能受到严重的伤 丽儿竟然一岁 快得不小 和普通剑包犬没做的区别 伯父表示 因为家里没有女儿 所以一直把丽儿当女儿养 伯父不得带她散步 帮她洗澡还有教育 伯母在给她做饭陪她玩耍 男主人全会照料她 你家四口非常幸福和谐 但是丽儿的脾气不好 像是天使恶魔共存一样 上面还朗朗清天 下面就狂风暴雨 曾经在洗澡的时候 丽儿毫不留情咬上了伯父的脚 顿时流出了很多血 但伯父并不怪丽儿 因为丽儿咬了之后还会感到抱歉 怎么看都是无形之势 不仅伯父 所有人都伤痕累累 给她数毛的时候 甚至摸下她也会被咬 距离第一次被丽儿咬上已经两个月了 就连拍摄前一天 他们也被咬上得很严重 在此之前 他们都没想过有会咬主人的狗狗 伯父认为狗狗可能会咬外人 但无论如何都想不通 狗狗为什么会咬上主人 跟稀释的问题是 狗狗无法与家人沟通 也就比养子女还要困难 丽儿的攻击性无处不在 而且每次出境的都很突然 不如伯母只能想擦一下花盆 就会被丽儿喝住 而且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会盯着伯母的一举一动 由于丽儿的举动 全家人都紧张地看着他 而丽儿是全身关注地守护着他的花盆 伯母认为 丽儿把整个客厅当成了他的领地 任何想在这里做事的人 都需要经过自己的同意 不只是花盆 连客厅中的其他东西 都在他的管控之下 伯父想要打开阳台的门 就被他死死盯住了 丽儿呲鸦裂嘴气得不行 当狗狗出现这种表情的时候 身为主人应该及时制止 但他们一家闲人不止这样 面对丽儿的恐吓 每个人都吓得胆战心惊 能做的只是不去招惹他 伯父不敢靠近丽儿 确保自己的安全后 才知道他丢出零食 现在丽儿处于暴战的边缘 没有人敢让他生气 一不小心 所有人都会遭到攻击 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 而且不止一两次 有时会有十来次 以前人根本招架不住 但没有人敢反抗丽儿 只能默默承受着 下午伯父和伯母带丽儿出一散步 外出的时候 丽儿看起来跟普通鸡毛 没什么良样 真的陌生人也非常的温顺 走起路来 还带着端庄温柔的笑容 这才是天使浅鸡毛的样子呀 此时的丽儿对这位没有攻击性 走路不疾不虚 完全没有在家是疯狂的模样 在路上 遇到邻居狗狗的时候 丽儿竟然飞弯的逃走了 怎么看就像是个胆小鬼 只要邻居狗会依靠近 丽儿便紧张的要逃 胆小的完全不像是会咬人的狗狗 可偏偏在家里 他像浑水魔王一样 到底哪一面才是他真实性格呢 赞不及数 丽儿回家被要求吸脚 但他一听这两个字就不高兴 甚至还窜起来咬人 点他大发雷霆 男主人也不敢招惹 结果是不喜了 可丽儿依然很暴躁 不停跳一行咬人 丽家人唯唯诺诺 不敢反抗一只狗子 看得尽亏连连摇头 怎么能让狗狗在家里当皇帝呢 只去乱了整个家都乱了 就像现在丽儿愤怒爆发 不停地吼叫着 不论大家如何呼唤叫的名字 他都置之不理 丽家人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看得出来 他们被丽儿拿捏得死死的 不不委屈机了 不论丽儿多么淘气 多么爱吃零食 这些他们都可以满足 嘟嘟希望他不要咬人 独脸好奇 这种狗狗出门散步的时候 需要戴嘴套吗 蒋老师肯定的回答必须要 可现在问题是 连丽儿的金户人都害怕他 连接触他的困难 更别提给他戴上嘴套了 能给狗狗戴嘴套 也是金户人能控制狗狗的证明 虽然这一下子人没能做到 一开始伯父也尝试给丽儿戴上嘴套 但最大钢胆的丽儿眼前 他被大吼大叫 有立马冲上来咬人的冲动 面对伯父 丽儿废掉了很久 突然他转身冲男主人跑去 突如其来的攻击 让男主人吓得丢掉了狗身 好在并没有发生很严重的事 独脸和金戴都傻眼了 他们要在这种情况下 深入了解丽儿 这个真是为难他们呀 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 制作组为他们准备了护具 全服务装后两次赶进门 丽儿的脾气阴晴不定 有时候很听话 有时候只碰一下 就会生气的咆哮 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 伯母干脆走到旁边 与他保持距离 面对杜莲和金戴的来访 丽儿并没有特别大的反应 反而上钻下跳 最后非常欢迎他们的到来 金老师让金戴 拜托伯父指挥丽儿坐下 可金戴刚说完 伯父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大家都以为伯父听错了 可伯母一解释 他们才知道 只有伯父先坐在地上 丽儿才会跟着坐着 江老师十分诧异 这样做绝对不行 这不就是带银河狗狗吗 处处都让着狗狗 不就相当于 帮他建立了他的王国吗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丽儿相当自然地 爬到了沙发上 因为他认为 这个角落是他的位置 如果不让他坐 他就会咬人 丽儿还喜欢坐在靠门的位置 因为在那里 可以让他享受威风 从一家人的对话中可知 丽儿在家里有绝对的位置 任何不服从他的人 都会被咬 所以一家人选择当他的奴隶 这些话 听到讲的是 脸都皱成了一团 当静奎指出丽儿的问题时 伯母还在拼命为丽儿狡辩 从之前的训练来看 训犬容易训人难 尤其是像伯母这么固执的人 静奎希望伯母 把丽儿放在地板上 可丽儿根本不听 最终被男主人强制拉了下来 静奎想去摸一下 花盆里的石头 看丽儿的反应 不过情敌是 男主人一定要抓紧狗身 静奎大步地朝花盆走去 丽儿的目光 一直聚焦在他身上 不管家里的谁 没有丽儿的允许 都不能触摸花盆 若是静奎去碰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结果是丽儿看着他 拿起盆里的石头 就无动于衷 甚至还温柔地眨把眼睛 丝毫没有要攻击的意思 就算静奎触摸树叶 他也没有反应 接着交控位置也是如此 反倒是牵着狗身的男主人心里打鼓 因为被丽儿咬过很多次 所以只牵着狗身都很害怕 但是不管静奎做了多离谱的行为 丽儿都没有生气 男主人让伯父来试一次 可是伯父刚不能输液 抬高往上抓紧 花音刚落 丽儿就窜起来了 男主人学义之用 拉紧绳子控制疯狂的丽儿 丽儿却向着监控人毫无顾忌的攻击 蒋老师提醒 这时候要阻断所有人对狗子的关心 直到狗子能平息兴奋为止 即使不再被抬高养着头 丽儿仍然愤怒地咆哮 甚至转过身 萌绿地吠脚 男主人拉紧绳子不敢动弹 其他人也静静看着狗子 片刻丽儿又恢复了 超级可爱又温顺的表情 路连总算轻身体回到了 看狗子眼色是什么样的感觉 但此时 丽儿并没有完全冷静下来 紧张度到最大致的他 对周围的衣服都充满了警惕 就算是静奎触摸数据 丽儿会激动地吼叫 这时挂在墙上的摄像机开始移动了 丽儿的视线固定在摄像机上 嘴里还在不停地发出呜呜声 他非常紧张 一直盯着摄像机 静奎拜托摄影组停掉相机 他让一家子渡后到房间去 留他们和丽儿单独相处 考虑到丽儿的攻击性 所以伯父走前 把狗子拴在了沙发脚上 当家人一消失以后 丽儿再次废掉了几下 不过值得不是攻击性好 而是小心的试探 事后 这道老师就靠在沙发边趴下了 这时静奎和多莲在房间里走动 摸来摸去 丽儿也没有反应 他甚至还主动将投措到静奎的手下 让他抚摸 可以说 丽儿在外人们前没有任何攻击性下 静奎当前人不复 回到客厅出摸花盆试试 可是他在刚碰到树叶 丽儿便兴奋的嗷嗷嚎叫 尽快让家人们再度进房 这时丽儿又变成了天使犬 还温柔的和他们一起玩耍 甚至还翻转肚皮 让他们随意抚摸 在外人面前就是无限乖扯的样子 对待家人面前就是恶霸 难道他讨厌家人吗 一家三口 就在他旁边探出头来 看着静奎和多莲 抚摸丽儿的样子 他们仨羡慕极了 迷茫又心疼 他们想不明白 自己到底怎么招了丽儿 尽快和多莲走后 三个人都属在沙发旁伺候着 波波表示 在家里地位第一的绝对是丽儿 第二位是儿子 第三位是自己 垫底的就是老父亲 但不论他们三人的地位如何 家庭第一的绝不能是丽儿 这便是江训练师出众的理由 他要调整这个家的地位 让丽儿从一家之主 变成温顺可爱的家庭一份子 金毛在家作为祖父 慎成了一家之主 一家人做什么都得看他眼色 这哪行 看不过去的江老师立马出发 来到丽儿家中 在门口的时候 江老师特地换学能提升防御率的新鞋子 这一仗可不好打 江老师进门后没有立即到客厅去 而是在门口等丽儿闻味道 让狗狗闻味道 提前适应能减少自己 之后江老师要个狗生 比较家闻往后 这时候丽儿还能慢慢地闻味道 江老师牵着他来一道客厅 幸亏感觉丽儿应该比多莉还要厉害 毕竟他现在下口就非常狠了 正式训练前 江老师有很多问题想问 如果丽儿祖日咱们收拾花草 那花草该怎么办 放着不收拾吗 伯伯表示 如果丽儿不喜欢 那咱们就干脆放着不收拾 或者等丽儿不在的时候收拾就行 他们前一时觉得 与其花石炎和丽儿争执 不如配合丽儿的脾气 这种事在宠为狗狗的主人中并不少见 但换个例子 打击的态度就不一样了 就比如莫知道青春期的儿子抽烟的话 应该怎么办的 在这个家庭中 伯父会训扯儿子不对 父母会为了儿子辩解 因为学习压力太大等等原因 这种人关系 儿子会为母亲居宇的 孤独照顾和关爱 变得更敷衍 觉得父母更好糊弄 老话就是 慈母多败儿 即使一开始很难拒绝 但一定要在问题出现的时候引导 因为这个家 虽然都包容了丽儿的坏习惯和坏脾气 所以他才成为理所当然的敌意 其实狗狗们很聪明 对于他们来说 吃好睡好是快乐 但欺负人也会让他们感到快乐 有的狗狗还会抓老鼠 把老鼠弄死但不吃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有趣的娱乐 显然在这个家里 欺负主任已经变成了丽儿的快乐 这种情况必须现在之职 不能是在发展的更严重 江老师发现 伯父伯母总是被丽儿的喊叫吓到 而丽儿就很享受他们被吓得的感觉 这种恶作剧就是丽儿的娱乐方式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江老师决定 使用牵引绳控制缓和丽儿的攻击性 江老师抓着狗声牵着丽儿 让男主人起身触碰一些花草 他刚起身 丽儿就转个头看着 丽儿一拉牵引绳 江老师立马要牵引绳控制 丽儿试度挣脱绳子 转向男主人的方向 江老师被再次拉动绳子的时期其中 江老师觉得丽儿很聪明 光是基本的控制就能减少他的攻击性 但平时不管是谁 只要触碰花草 丽儿看到都会攻击 于是江老师也让伯母尝试触摸花草 丽儿一开始就集中于江老师 虽然中间有转头看向的花盆中 嗖嗖着的伯母 但基本都没有反应 那么伯父是会怎么样的 伯父是三人中最怕丽儿的人 因此被咬的次数最多 伤得最重 他有些紧张 但是撞着胆子 照江老师的指示行动 但其实他不用担心 只要丽儿看向伯父 江老师就拉住牵引 声让狗子击人在自己身上 果然丽儿此时对伯父也没有攻击性 总的来看 家人们的过度反应有问题 就像丽儿不会对陌生人怎么做一样 因为他们的反应过于强烈 所以挑起了丽儿的兴趣才有了后门 能刺激丽儿的东西 还有梳子和嘴套 只要拿着这两样东西 丽儿就会大喊大叫 要想给他戴上嘴套 他的反应会更加强烈 完全不停止的攻击性 让一家人下的不敢动弹 江老师让男主人把嘴套和梳子放在地上 然后带着丽儿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丽儿不但适应被牵着 所以表现得十分抗拒 江老师因此 一直给他做牵引神练习 伯母觉得江老师这样牵着丽儿 就好像要把他送去屠宰场一样 这时候 伯母的眼睛里已经闪动泪花了 说不信他是假的 能把狗子宠得这么无法无天的家庭 怎么可能一下子接受这么暴力的训练 江老师理解他们的心情 寻拳教育时最大的问题就是 监护人无法坚持下去 他们的侧隐之心 是导致狗狗坏习惯的根源 以会让教育化为泡影 说完江老师还突然不群人的丽儿来回走 渐渐的丽儿开始不满地咆哮了 粗熟的呜声都是在警告和表达不舒服 但同时他也在烦恼 这时候要打架还是要回避 更对于不是手手的监护人来说 要控制狗狗并不容易 失误施工的话 一旦松开手上 他牵一声狠狠地就被咬 这种失误 不让狗子在遇到凡事的时候咬人 因为在他的影响中 上一次也是这么做的 丽儿已经明显养成了不开心就咬人的习惯了 但不复补充 丽儿咬人后又会抱歉 所以他心疼 江老师立即纠正他 丽儿并不会感到抱歉 他只是没有能力自己解决那种状况 所以才会表现出茫然而已 波莫解释 丽儿有时候会对主人各种撒娇 那应该算是讨好吧 江老师用人打比方 有个说法叫做煤气灯操纵 就是通过捏造状况 使他人对自己产生怀疑 失去现实感和判断力 并进行支配 之外的说 他们三个人都被丽儿支配了 人都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那一面 所以当狗狗咬人后再撒娇 他们都会想在那里认为 那是在认错讨好 但其实并非如此 接下来是嘴套训练 江老师让伯伯伯伯离开客厅 让男主人拿起嘴套 尝试给丽儿戴上 刚坐到他面前 丽儿就立马展露了攻击性 要不是逃得快 肯定已经被咬上了 大家都被吓到了 这真的是金毛吗 怎么看着一胆不温顺呢 丽儿惊重的哼吃叫喊 完全冷静不下来 江老师献着狗声反复地控制他 为了高强地控制丽儿 还特意增加了歉引声 丽儿不满地瞪着江老师 双方对质气氛非常坚硬 稍后江老师拖着丽儿 把他带到门边 然而丽儿开始大肆咬人了 不屈服的丽儿 上喘下肚子坑咬 男主人紧张地不知所措 他一边狠心的狗子 一边担心江老师的安危 只是大家发现 江老师的手被咬上了一道口子 男主人想上前帮忙 等被江老师喝令 在一旁不要动 接着江老师和丽儿 抗争了一段时间 丽儿被摁倒在地 稍后就老实的没有动了 男主人给江老师 递上湿巾 促操处理一下伤口 这时候丽儿竟冷静起来了 伯父和伯母也很担心江老师的手 但他却说没事继续训练 丽儿仍然拒绝江老师的牵引 在即将被套上嘴子的时候 狗子跳起来反步墙 一口咬住江老师 江老师立马扣着丽儿的脖子 压制住他 最后江老师拿起嘴套 在丽儿面前让他慢慢的闻 之后才给他戴上 有公信的狗子必须戴上嘴套 才能出门 这是为了狗狗和人类的安全 戴上嘴头后的丽儿 老实地坐在一旁 连江老师的其他动作 也老实地接受了 现在安静地听指挥的丽儿 完全像变了一只狗一样 以前丽儿可以说是 妻子三位主人的头上 现在只要江老师抓紧绳子 他就不敢动弹 是他全身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也是他受教育的开始 江老师提醒 要狗狗变乖巧之后 再疼他爱他 愿意他做一些事 如果狗子再次做出错误行为的话 要当场指出并改正 作为一个有责任心 能控制住狗狗的主人 说着江老师还清理一下 丽儿身上结块的毛 伯母其实又行给狗子 处理结块的毛法 但是丽儿根本不给碰 所以一直剪不了 好不容易江老师把他控制住了 这才有办法给他清理一下 当大家都松口气时 丽儿再次发作了 他拽着狗身往外逃 但美食力更强的江老师瞬间压制 所以江老师换了个姿势 寄予给他修剪结块的毛 博身的清理掉后 江老师让男主人帮忙 清理后腿上的毛 这是丽儿再次挣扎 因为这是全身第一次经历控制 所以他表现得非常强烈 丽儿才哼几个叫个不停 一般情况下 只要他这么喊 家里人就会关切的过来帮忙 但现在 他们只要坐在沙发上心疼的看着 这种反差不仅让丽儿接受不了 连主人本人也接受不了 伯父和伯母 紧紧往着双臂不忍心再看 松人都很难受 但是不能就此放弃 江老师强调 比起舒毛 现在更紧急的是两件事 第一 减少对丽儿的爱 第二 不能让他上沙发 一般来说 沙发的客厅中央 是家里非常重要的家具 让狗狗站在沙发上 或让他以为自己守护着中心 即使产生了自己控制 整个家的错觉 若是让狗狗独自上沙发还行 但禁止了跟监护人一起上沙发 听掉极快的忙后 丽儿的攻击性好像降低了 江老师要男主任牵着绳子 幽神在家里散步 但丽儿的脾气很大 蹲在原地一动不动 男主任按照江老师摸花盆 可手刚一动 丽儿就露出了反应 不过这不是发出警告的意思 江老师觉得 这是不错的招头 于是当男主任召唤丽儿 个骨子并没有动作 江老师解释 丽儿现在的状态 不是因为不想坐下 而是因为害怕又被责骂 因为没有信心 所以才不敢行动 这时候可以心情拍打丽儿的屁股 缓解他的紧张 因为以前没有训练过 所以现在训练 需要很多心理 过去丽儿认为 没理由听监护人说的话 因为他不认为监护人 是好的领导者 这需要长时间的控制训练 在长时间的抗衡以后 丽儿终于服从地坐下了 丽儿的伙食很怪 从小就上饭桌 跟着家人吃普通食物 长掉的他 只给饲料的话就不会吃 江老师给出的建议是 今天不喂饭 明天晚上喂一顿 如果不吃的话 就五分钟后撤走 一般健康的狗狗 饿三天左右就会吃 那时候就可以开始 纠正丽儿的饮食习惯了 走线活人需要做的是 减守着丽儿的感情和关心 同时让他与健康的伴侣 全朋友见面 最主要的是 坚持接受专业的训练师的训练 只有做到这些 才能让丽儿的攻击性降到最低 到那时 他便可以幸福的 和大家一起生活了